大家好 我是中医劳马 说人有三级排便非常重要 这个便排的不爽 我们的心情也不好 因为大便我们排不唱的时候 或者出现礼急 或者出现厚重 老感觉有就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而从吸血角度来看 这种礼急厚重大便排不净 老有的感觉一座场景出现了解肠炎的症状 而这种症状有时候还会伴有腐痛 下面我通过一个患者的病例给我们讲一讲 我们中医是怎样治疗解肠炎 同时伴有理急厚重这个症状的 而大便也会伴有一些粘液 甚至有时候会出一点血液 我通过一个患者的病例 这个患者是一个40岁的男性患者 姓马 而他来的时候老感觉有变异 同时肚子有时候也疼 而且一排便就比较急 大便上面有粘液 有蛇患带血 做下以后我一摸一摸脉 如朔代表了有热 而蛇也是红的 胎也是黄腻的 说明一定有湿热 中医认为有一分热就有一分礼急 有一分湿就有一分厚重 那么我们怎么来解决呢 他拿着他的采烧来 是一个解肠的一个炎症 我说你这个直肠和解肠都有炎症 那么我们采用一个方子来给你解决一下 你的这个症状 理解厚重的症状减轻了 也就会很好的得到解决了 那么我们首先采用什么的方子呢 说中医讲武器之鱼 助病解有 这个患者必定他的解肠炎也挺长时间了 所以说一定有心情不畅 他说我心情不畅的时候呢 就加重病情 中医讲沐浴达之 我们一定要疏干解 同时大肠的一些传导功能 受着我们的肺和痞的作用 为什么总说呢 叫土生筋 而痞气不冲 而肺气不足 我们大肠的传导功能呢 也出现了问题 出现了湿肉 而同时呢 他的这种湿热症状呢 也比较重 大便的粘腻出现了浓 有时候带血粘液 而理解厚重呢 非常明显 那么我们用什么方子来给他解决呢 下面我就给他讲讲 我给他用药的思路 说首先 疏干健脾 养血 我们用什么方子呢 就用我们的胶瑶 当归白勺 柴虎 白猪 芙苓 配上薄荷 薄荷呢 宣散废气 同时呢 也助我们大肠的排泄 另一个方面呢 我们家清粒湿热 最好的一个方子 白头翁用15克 而黄莲黄芹 各用10克 同时加上芹皮15克 而在这个方子的基础上 加一味干草 用生干草来调和出药 即可 再加上淤金和香腹 就能够很好的解决 他这个整体的内环境 这个患者呢 吃了大约一个半月 症状全无 我说以后呢 一定要记 辛辣油腻 少喝酒 我说 你的症状呢 就不会再犯 同时呢 一定还有一个 记住 我们的心态呢 要平靠 情致呢 要舒畅 因为人体的热呢 一般的 就通过三个方面 一个呢 就是我们干于化热 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饮食 极致 急而化热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素体阳盛 胃热 所以说 我要告诉他饮食和情致的外 这个患者的病例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给大家一一回复 或者呢 私信我